太魯閣號列車事故 導致重大的傷亡 現在是搶修作業的第三天 而第四節車廂 也開始拉出了隧道口 還有結構計時是前往現場來檢測 目前最新情況 我們請記者陳冠勳 來告訴我們 好的 主播持續帶領關心花蓮408 班次太魯閣號出軌的事故現場 搶修工作已經來到了第三天 不過可以看到現在天色 其實已經暗了下來 但是搶救工作 還是持續的在進行當中 最新的搶救進度 工程單位終於順利的把第四節車廂 脫離出軌道 目前大型的吊手已經出動 完成了復軌任務 而台電的裁電機車也已經就位 正在準備緩慢拉行車廂 送到附近的人和車站 緊接著工程單位更要加緊腳步 希望能趕在今天午夜前 處理好第五節車廂 不過第一任務 還是要來處理五六節車廂的 連結素的分離作業 只是最後要以何種方式拖拉 也還要看車體 車輪 車廂 等的受損情況 至於第六節車廂 台鐵代理局長齊文中則探言 因為還有遺體壓在車廂下 因此完成了第五節車廂的脫離後 還會再讓監視人員進行 進到現場急鎮等 再來評估要用哪種方式 來進行脫離作業 而檢察官稍早也完成了採證 並將留在車內的物品 和給運送存在 以上是我們掌握到的最新情形 將借時間盡頭交換捧力